唾液 唾液 另外一個就是男人的經歷 那要拿的這兩億 就能夠煉製所謂的佛游 利用佛游來幫他驅魔這個解惡 那麼這個被害人性以為真 就被這個正信的 這樣的一個嫌犯 帶到了這個神壇裡面 那麼當場就叫他 要求他進行對他的掌聲 進行口交 甚至於給他性侵 假法師正信的恩子 不僅利用施行法術的名義 信心多名女子得逞 他自稱是法力高強 脅迫被害人不得報警處理 在2010年8月11號 遭到警方逮捕到晚 佛游他是說需要女性的透益 跟男性的經歷才能做成 所以就會有讓女性對他口交 然後這個都我們這個佛游 也送刑事局鑑定 根本沒有經歷或透益的成分 完全都是虛過的 那麼類似震嫌這樣的一個 類似這樣的一個詐騙行為 其實還不只一件 那麼還有其他的 他可以假設說 對方他有所謂的這個天眼通 你好像有惡鬼纏身 那麼我用利用小鬼幫你驅謀 那麼我這裡有一個小罐子 裡面就是所謂的這個小鬼 那麼我可以幫你來消災解惡 被害人也信以為真的 被他給信心得逞 警方台北縣刑警隊 破獲了這個政嫌 假借的知名人物合照照片 來詐騙這個受害女性的 這樣的一個神棍呢 當警方面對他的時候 問政嫌 你既然有小鬼 那麼這個時候小鬼會幫你出來 當作證嗎 會幫你出來坐牢嗎 可笑的是這個政嫌 竟然說小鬼已經跑掉了 為什麼有些被害者他 不去求徒有證頭 不管中醫吸醫療水準的這樣一個人 去找一些比較符合 民俗醫療法的狀況 那這就是我們在某個程度上 產生的所謂安慰劑的效果 所以我們心中其實在 人在困住的時候 就自然會有一個求生的力量 那其中有一些求生的力量 我們叫做安慰劑 也就是腦內馬啡的這樣一個力量 這種安慰劑效果 觸發我們腦中的腦內馬啡 所以你就會誤信說 他有這個法律或神力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臺灣啟示錄 我是雙鞋翔 我們再會 好 好